海峡网这两个月,娱乐圈一共有四对金童玉女分手,妮妮景博然,马思纯欧豪,看清紫季凌晨,杨紫秦俊杰,于是,网友开始担心,甜蜜了足足七年的张若云、唐一新,在八月初的时候,一度有传言指张若云跟唐一新分手。 还有营销号说两人已经删除了之前秀恩爱的微博,不过,两人粉丝很快就出面辟谣,发布了张若云的路透,指他最近才到无锡探班唐一新,立正两人关系稳定,没有任何分手征兆,网友在无锡的某个超市偶遇了张若云。 当时他正在买菜,网友猜测,张若云是非到女友工作的城市,给他买菜做饭,既然他们没有分手,那两人为何如此低调呢? 说起来,已经很久没有网友偶遇他们一起逛街了。 最近的一次,已经是去年,唐一新与张若云及其父母一起,不知道两人的低调是否与张若云不喜欢被拍有关。 他曾发微博炫露人,见到他跟女友一起,不要偷拍。 之后,张若云跟唐一新就极少上热搜,完全没有存在感。 8月22日,突然传出消息,只张若云已经与唐一新领证结婚,还说张若云方面已经在微信公开了,还有人暗示唐一新怀孕了。 不过,这一系列的爆料都只有一句话,没有图,也没有任何证据。 有可能是粉丝太想两人结婚而故意造谣,微博上也有人开了张若云和唐一新今天结婚,乐没有的微博账号,每天自问自答。 还与其他粉丝一起猜测两人已经领证,足见张唐两人的粉丝有多么期盼,见到偶像步入婚姻。 张若云与唐一新恋爱七年,直到去年的8月2日才公开恋爱关系,网友随即挖出两人的恋爱日常,发现他们这对小情侣过得像偶像剧一样甜蜜,如果他们真的已经领证,那就是在公开一周年的时候,成为了夫妻,也挺好的。 本文来源,小小风之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者。